一位旅行了六年的博主 我喜欢的博主断根了 他哭着说这几年真的不赚钱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做博主这件事情 很多人呢觉得做博主这件事情 应该兼职做的 但是很多很多的博主 外面都是专职在做 并且不怎么赚钱 甚至还要赔钱 搭钱进去 最初呢我不太理解这种行为啊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是 一定要去亏钱去做这件事情 尤其是做旅行博主 大家知道做旅行博主是 所有的博主里面最烧钱的 首先你无论到哪个地方 你都需要交通费 住宿费 还有餐饮费 还有应对各种不一样的状况 总之呢 做一个旅行博主是最好钱的 但是做一个旅行博主 当然是最有意思 最容易出片的 尤其是一些空中拍摄 一种无人机啊 什么这些东西 一拍的话 随手那么一拍就是大片 但是对于90%的人来说呢 可能做博主都是失败的 都是很难接受这件事情的 对于我来说呢 昨天最震撼的就是 我喜欢的一个旅行区的博主 他停婚了 二十多岁的年纪 已经去过东北西南 辗转中国多少几十个城市吧 非常的令人羡慕啊 他的经历是很令人羡慕的 从白雪埃埃到四季如春 经历了那么多的美景 经历了那么多不一样的年轻的人 到最后呢 他算了一下 其实他是赔进去几十万 三十多万吧 当博主呢 有这么几个收入来源 第一个就是平台给的流量费 这流量费用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是杯水车薪呢 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内容的 点击率 以及完播率去完成的 如果说 想要挣钱的话 就需要把你的封面呀 标题呀 都优化的非常的 唬人 你能够点进来看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就是做了视频的内容 要让人一直的晚播 播下去 比如说你的视频是五分钟 如果大家只看了十几秒就关了 那这就是无效播放 那流量分成是非常低的 一定要晚播到几分钟 这是一个重要的 我总结的重要的地方啊 那作为一个博主呢 第二份收入呢 就是一些厂商的代言 就比如说某一款 就是手机啊 找到你你去帮他做一个评测 或者做一个展示 那这部分的代言呢 大部分的费用可能在千块钱嘛 上万的都很少 除非你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或者很大的博主 很大牌的博主吧 人才会给你上万块钱 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一两千两三千的这种会很多很多 但这种呢 又对于个人博主来说是一个月没有几条 所以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开通会员 或者开通这种课程 比如说 一些博主呢 会教你如何捋派 或者如何去剪辑 比如说做一些 如何去演讲 或者如何去做短视频 这个频率呢 其实如果做好的话 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你如果没有个系统的学习 或者系统的支持的话 这一部分也是难达到的 那我现在就是比较奇怪的是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博主 特别是年轻人 他会为了热爱去坚持这件事情 纯纯的就是热爱 比如说有的人热爱旅行 热爱大自然 一路向北 然后狂奔 喜欢这种年轻人 这种无拘无数的生活 喜欢体验 不一样的感受和感官 哪怕在路上 受再多的苦也很愿意 哪怕在这个自媒体里面 付出再大的代价 回收只有那么一丢丢 完全不成比例的这种 这种回收 他也愿意去做 这让我可能做一个 可能家的男人来说 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 如果做博主 如果真的不是很赚钱的话 可能有一天 就坚持不下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家是公司的主播 或者是公司的这种艺人 他们可能靠于公司的资源去做 这样的情况下呢 其实他们的成本也是拉高了 因为他收入里边的一大部分都是要分成给公司的 或者是公司的什么供应商之类的 这复杂 比如说李子柒 为什么停更了 是不是 所以对于我的启发呢 就是说做一个博主呢 首先呢 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就是你拍摄一个视频 剪辑一个视频的成本 和你回收的价值 如果说说我喜欢的一个博主 是我是兜兜洞 他拍摄一个视频 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 然后剪辑一个视频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但他的收益可能是一千万元 是少啊 现在已经低了 之前可能两千多 这对于他来说呢 虽然他的收益现在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啊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体验 就是说 其实做自媒体和拍摄 优美的视频 是两件事情 其实做自媒体呢 关键是你的这个故事 或者你这个画面结构 吸引人 或者你的语言 或者你的人格魅力 去吸引人 人喜欢你 才会在你的视频下方留言呀 点赞呀 评论呀各种 如果说你做内容 或者你个人 没有什么魅力的话 可能大家都不会去 在下面点赞留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之前发了一个 就是风景类的视频 播放量才取区的三百多 那个就是有个荷花相关的 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是脱了很重的设备 然后用了一天的时间 在40度的炎炎夏日下 在公园里面就放拍的 虽然消耗的时间来说 对于这种 其他的旅拍的博主来说 不值得一提 但是我觉得成本也够高的 因为你付出了一天的时间 还要剪辑 然后这个视频呢 我一直剪辑到了晚上的12点 也就是从早上8点到12点 除了中间吃饭 回家休息午休的时间 一直在工作 然后给我的回报就是三百多的播放 所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大家都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呢 那还有一个博主呢 就是说俊辉 就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内容 他的内容用我们 或者是用大多数人的标准来说是极其优质的 无论从画面也好 设备也好 还是台词呀 还是这个结构呀 故事呀 包括最后的升华 都很完美 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正能量的旅行博主 环地的都是正能量 然后说的都是自己的故事 能够给人们一种思考或者激发 但是呢 他的视频呢 在我们平台发了以后 一天的时间只有1000多的播放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如何定义优质的内容 所以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如果说是这么一个规则的话 我以后可能不会拿相机去拍了 我就是拿手机随便这么一拍 只要标题方面完播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遵循这里的规则 因为大家毕竟都是要生活的 吃饭的 不可能如果说你在这种 产出和收入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 还要去用热爱去坚持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都不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知道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当然了有的人可能说 可能最好是有一份工作 做一个兼职比较好 我其实挺同意这种 但是在此之前 我家里也说过 我自己个人的能力来说 不是一个一心多用的一个人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的尤其在大城市的这种工作节奏 他说你赶地铁或者是你回家吃饭 你就可以不用管工作了 真不是这样 就是你下了班之后 回家吃饭路上什么 只要是你的手机在开着机的情况下 你的群里会有领导找你 或者是有同事找你的话 你必须要回复 甚至你还要打开电脑去下班工作什么的 跟好多自媒体博主 在国企工作不太一样 人家国企的话可能五点半下班 下班之后所有工作相关的都不理会了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比方说互联网工作 或者其他一些私企呢 那你下了班不可能完全不工作 或者是甚至你不可能完全不想工作的事情 所以把自媒体当作兼职来说 其实也看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 如果你业余时间真的那么宽裕的话 当然可以作为一个兼职来 如果说工作非常的饱和 下了班还有加班的话 那是可能再继续搞好这个自媒体的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对的话 麻烦给我点一个赞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王鹏 下期拜拜咯